4月2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豪雨 冲击着巴基斯坦西北部和克神米尔地区 24小时内造成当地的事迹和住宅严重被破坏 村民损失惨重 豪雨更引发了土崩和土石流 导致两个地方分别至少有53人死亡 60人受伤 挣扎中被遗留下来的拖鞋 还未来得及带走的行李箱 那已被涂黑且不再完整的校民 这里的过往令人悲痛 2014年4月14日的夜晚 奈及利亚北部博尔诺州一属女子中学 遭恐怖组织国科圣地袭击 276名女学生被绑将 仅有53人成功逃脱 其余的223人至今下落不明 滞留在爱琴海中的西尔斯岛上难民小孩 高举并呐喊不要遣返土耳其 土耳其不是解决方案 它是起因等牌子标语 欧盟及土耳其为了能够妥善处理难民危机 决定从今日起 把不符合庇护资格的难民遣返土耳其 此消息一出 引发土耳其及希腊两地骚乱 纷纷抗议欧盟的最新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